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自此我又多了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将溯源爸爸所写的信 以及我拍的照片交给溯源 然后再将溯源的回信 与溯源的近照交给溯源爸爸 现在真是连邮递员的工作都做了呢 最初看到溯源爸爸的信时 我着实大吃了一惊 因为单纯从信的内容来讲 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八岁孩子的能力范围 甚至与之前写给我的情书不相上下 溯源爸爸写的第一封信 我并没有交给溯源 因为信的内容实在太长太法位 根本不适合哪个小孩子读 所以我哭口婆心地向他劝说了一番 告诉他德拉A梦不会这样写信 太长的文字反而会让溯源感觉有负担 听完我的劝说 他又坐在桌前重新写了几封信 在我反复地叮嘱下 信终于有了些样子 随后我便将信和照片一并交给了溯源 说到信的溯源很是吃惊 既激动又疑惑 反复地问我是不是德拉A梦写的 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 并劝说溯源回信给德拉A梦 没想到溯源竟然提出和我一起出去买信纸 溯源写信写得很认真 但对于拍照的要求却拒绝得很彻底 似乎很排斥看到相片中的自己 也是 哪有事情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呢 能够写信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一周后 溯源终于同意我为他拍照 大概是被溯源爸爸的坚持不懈感动了吧 溯源爸爸在信中一直写 自己很想见见溯源 并附上了各种姿势的德拉A梦照片 但是溯源拍照时仍然很不自然 所以我一边为他拍照一边出点子 例如 溯源做个多拉美的表情 多拉A梦会喜欢吗 我们溯源可比多拉美漂亮多了 多拉A梦一定会喜欢的 受到鼓舞的溯源 终于露出了比多拉美还要可爱的表情 将溯源交给明昭照看后 我紧接着就去找溯源爸爸了 太想让溯源爸爸快快看到这些照片了 这已经是第几个月了呢 事件发生后 溯源爸爸有多长时间没见到溯源了呢 一想到溯源爸爸看到照片的样子 我就不禁心跳加速 恨不得一口气跑到文具城 打开店门 正要将信和照片交给溯源爸爸的时候 店内装潢的改变让我大吃一惊 也然一幅多拉A梦动画片中的景象 老婆 你来了 带着多拉A梦面具的溯源爸爸看到我后 很是高兴 这是怎么回事 嘿嘿 多拉A梦当然要生活在这种地方了 你不知道吗 我是多拉A梦 所以我要生活在这种地方才行 帅吧 批发店老板帮我弄的 啊 我看着溯源爸爸敷衍地啊了一声 不过做得的确很精细 15平方米大小的地方 和动画片中的背景几乎一模一样 角落里 50多岁的批发店老板 还在做着最后的收尾工作 我像正在粉刷墙壁的他 点头问候 表示感谢 谢谢您 真的很漂亮 当然要帮了 作为父母 更作为孩子的父亲 由衷地谢谢您 说不出来的感动 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道 昨天我来盘货 溯源爸爸给我看了这部动画片 说是溯源最喜欢的 还问我 怎么把这里布置成动画片里的样子 虽然一带而过 但是我也见到过溯源几次 就这样置之不理 心里很不适滋味 所以我昨天仔细看了看那部动画片 让戈壁油漆店的老板 给我选了墙壁的颜色 他今天也来了 刚才才走 去送货了 老板的话还没有说完 又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 老板就迎了上去 哎呀 是我老婆来了呢 老板夫人拿了一大包东西进来 我向她点头问好 溯源妈妈也来了呀 幸亏我多带了一些 我们将报纸铺在地上 准备一起用餐 老板夫人解开包裹 拿出里面的饭盒 溯源爸爸最先开动起来 哇 一定很好吃 我帮溯源爸爸打开她面前的饭盒 一起吃了起来 老板夫人将去了刺的鱼肉 放在我碗中 心疼地对我说 多吃一点 怎么这么瘦 一定要按时吃饭 这样才能有精力 才能重新幸福起来 谢谢您 谢什么 大家本来就应该这样 你帮我我帮你的 如果是我的女儿 如果真是我的女儿 说着说着 老板夫人用袖子擦起眼泪来 老板看不下去了 你这人 真是口无遮拦 作员妈妈 你快吃 别理她 说着还加了一块泡菜 放在我碗中 随后 我又给老板和老板夫人 各加了一些菜 最后 还给溯源爸爸 加了几块泡菜 不要总吃肉 泡菜也要吃 不能挑食 有多久了 有多久 没给溯源爸爸 加过菜了 就算是溯源出世前 除了刚刚结婚的那段时间 似乎也没有过 我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呢 溯源爸爸高兴地吃掉了 我给他家的泡菜 老板和夫人 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比整天喝醉酒的时候 可要好多了 老板笑着 又给溯源爸爸 加了一些菜 一家人 围坐在饭桌前 一起吃饭的时间 是多么宝贵 为什么我一直 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 这顿饭 我们吃得特别慢 饭后 还一起饮了茶 用餐完毕后 我将溯源的回信和照片 拿给了溯源爸爸 老板夫人一看的照片 夸赞个不停 哎哟 有模有样呢 漂亮 真漂亮 我们家人静小时候 可没这么漂亮 真好看 老板也跟着附和 还是那么可爱呢 老婆 我们家的孩子呀 长得像咱们俩 你再看看溯源妈妈和爸爸 多漂亮 多帅 我们闺女呀 看来只能在学习上 多下功夫了 哈哈 听到对溯源的夸赞 我由衷地高兴 但溯源爸爸 突然抽气起来 溯源 我的溯源 老板握着她的左手 老板夫人心疼地 握着她的右手 溯源爸爸 为什么哭啊 一会儿还要照相呢 还差一点就完成了 我们快点弄完 来个帅气的 多拉A梦造型怎么样 我给你照 虽然老板试图转移注意力 但溯源爸爸没有停止哭泣 溯源 溯源 我的女儿 这是世界上 我最爱的 我的女儿 溯源 哭着哭着 溯源爸爸突然站起来 她又去写信了 过了一会儿 溯源爸爸交给我两封信 一封是写给溯源的 致溯源 另一封 则是写给我的 致溯源妈妈 溯源爸爸 他终于承认了 他叫我 溯源妈妈 我还是溯源妈妈 溯源爸爸的信 对至今 无法原谅自己的我来说 显得弥足珍贵 致亲爱的溯源 照片我收到了 我很欣慰 看到溯源 似乎就有力量了呢 这是我住的地方 看到了吗 我和多拉美 一起住在这里 昨天我一整晚都没有睡 因为忙着给溯源写信 溯源 你现在在做什么 吃饭了没 睡觉了没 听妈妈的话了没 溯源现在有多高了呢 体重有没有增加 只要是关于溯源的 我都想知道呢 今天我突然很想和溯源 一起去公园玩 一起玩捉迷藏 和溯源一样 我也很喜欢玩捉迷藏 今天我又上电视了 溯源你看到了吗 希望我们除了在电视上 在现实生活中也能见面 一想到溯源 就觉得很幸福呢 溯源你比多拉美还要漂亮 多拉美脸又大又圆 个子也不高 对了 我给你送了一个多拉A梦人偶 希望你能够每天抱着他睡觉 这样我就能一直陪在溯源身边了 今天溯源妈妈给我讲了很多 关于溯源的事 说溯源是个坚强善良的孩子 希望多拉A梦能够成为溯源的好朋友 原本我已经快困死了 但只要说起溯源的事情 我就很有精神 瞌睡虫也被我打跑了呢 每每想到溯源 我都会很开心 希望溯源想到我的时候 也能够开心 今天我吃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 溯源你呢 我今天吃了泡菜和肉 虽然泡菜是我最不喜欢的 但溯源妈妈教我吃 我也只能从命了 溯源也不喜欢吃辣的东西吧 我也是 但即便这样 溯源也不能够挑食哦 每天都是我一个人睡 我很不喜欢这样 因为晚上会害怕 虽然多拉A梦很勇敢 但也还是有点怕鬼的哦 溯源你呢 溯源晚上也会害怕吗 希望我们能够很快见面 要是溯源能够和多拉A梦 一起生活就好了 那样不用写信 也能和溯源聊天了 我们快点见面吧 见面后一起玩 多拉A梦会一直等着溯源 溯源也要常常想我哦 溯源妈妈马上要回家了 我就写到这里了 溯源要记得给我回信哦 我爱你 溯源 全世界最疼溯源的多拉A梦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智溯源妈妈 你总是中午匆匆的来了又走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一起生活呢 昨天晚上 我想起了一部 我们曾经看过的电影 叫做《天堂电影院》 但是内容记得不是很清楚 只记得里面 有一位大叔和一个小孩 以前我们每天一起看电影 不是吗 其实我想和你一起看《怪物史莱克》的 但是现在 你总是说 担心溯源一个人在家 而不能和我一起看电影 说实在的 注意点让我有点讨厌呢 《天堂电影院》中 有这样一句台词 这讨人厌的夏天 何时才能结束 在电影里 它早已结束了 闷热的夏天过后 紧接着就应该是凉爽的 下雨的场景了呢 真不知道 为什么到现在 我还记得这句话 老婆啊 我要一直这样 到什么时候呢 我很想溯源 也很想回家 在这里 我很害怕 熄灯睡觉时 总感觉会有鬼出现 我觉得 自己恐怕不能坚持到 和你约定的那一天了 如果能够像电影里一样 一睁眼就是一百天后 那该有多好啊 为什么一百天 不能一下子就过去呢 电影里不都是 一下子就过去了吗 哦 还有这样的台词 真奇怪 为什么今天 一直想到这部电影呢 人生和电影不同 它可比电影苦多了 电影毕竟不是现实 现实要比电影还残酷 还要残忍 所以 不要小看人生 老婆 啊 头好痛 我到底在写些什么 我实在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和溯源分开 虽然你已经解释了很多次 但我还是不懂 老婆 你总是说 我是先逃跑的 太冤枉了 我并没有逃跑啊 我不是一直在努力工作吗 但是我为什么总会想到这些台词呢 老婆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不喜欢一个人 为什么我必须要一个人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但既然老婆你说这样做才对 那我就听你的 再忍耐一百天 我勇敢吧 我也觉得自己很勇敢 哦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句台词 队长问士兵 还记得原来这里有一架风车吗 嗯 记得 虽然风车没有了 但是 风还在 我要睡了 老婆晚安 深爱着你的多拉A梦 溯源爸爸 这是我的朋友 多拉A梦 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了 多拉A梦的生活真有意思 我也很想见到多拉A梦 但是 我的身体不是很舒服 和别人不一样 我必须每天随身带着一个脏脏的奇怪的袋子 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因为 怕你会因此讨厌我 但你一直要求和我见面 所以 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你 我不能正常的排泄大小便 他们 都是被装在袋子里的 真的很脏 很令人讨厌 对吧 有时我会因此而不想吃饭 也会因为害怕排便袋破掉 而不敢睡觉 毕竟破掉后 味道会很大 我常常会不受控制的发火 然后 暴饮暴食 排便袋真的很令人讨厌 虽然多拉A梦 你很听妈妈的话 但我 却是个坏孩子 每次发火时 我都喜欢听妈妈给我唱歌 虽然我也很想见多拉A梦 但我又很害怕 多拉A梦 你的个子很大吧 动画片里看起来很小 但照片里 你比妈妈个子还要高 我其实很害怕高个子的人 但这并不是说 我也讨厌你 只是 有个叔叔伤害了我 一个又胖又脏的叔叔 自从那个叔叔伤害了我以后 我总觉得身上有一种怪怪的味道 你不会因为我很脏 很不乖 就讨厌我吧 在你收到这封信之前 恐怕我都要睡不着了 因为担心会被讨厌 但妈妈说 可以对朋友坦诚 因为朋友一定会理解 既然你是我的朋友 那么你一定能够理解吧 我会努力做一个乖孩子 如果多拉A梦 能一直做我的朋友 我很喜欢多拉A梦 送给我的人偶 我也想送多拉A梦 一件礼物 所以今天让妈妈 给你买了冰激凌 希望你能喜欢 虽然我也很喜欢冰激凌 但每次只能吃一点点 因为吃多了 大便就会变多 我不喜欢那样 你要多吃一些 和我成为好朋友吧 希望你不要讨厌我 多拉A梦的朋友 素元 治我爱的素元爸爸 老公 素元现在正在读你写的信 我也读过了 你写给我的那封信 天堂电影院 真的是一部很文美的电影呢 你记得吗 那天正下着暴雨 我们俩都没带雨伞 于是一起冲进放映厅 看了这部电影 你在一堆碟片当中 找到这张碟片时 简直如获至宝 记得当时你对我说 这部电影 堪称是刻画人生的最佳影片 我们在昏暗的放映厅里 一起陶醉在电影当中 那天 你第一次吻了我 你怎么不记得 天堂电影院里 这句台词呢 多么好的台词呀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结婚了 会怎么样 也许 你不可能制作出 那么多的好的电影了 如果改一下的话 我想说 如果那天没有下雨 如果那天 我们没有接吻 那么 我们的宝贝溯源 就不会出生 正是因为 有了这些过往的日子 现在 我们才能够和溯源在一起 电影中 还有一句这样的台词 时间总会流逝 但回忆不会消失 我们的回忆 不完全美好 但那段日子 却是我们两个人 最宝贵的记忆 不论是有了溯源之后 还是在那之前 我都十分珍视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 你一定也是吧 我相信 你会和我一样 如果不是这样 我大概会很伤心 很挫败吧 我们上一次写信 是什么时候了呢 为什么之前的所有话 我们非要亲口说出来呢 好像 彼此越是熟悉 一文字就越远了呢 时间流逝 我们对纸和笔 越来越陌生 写信 就仿佛其他东西一样 流行了一段时间 便消失了 我们都忽略了一件 格外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记录我们之间的爱 我与你的爱 你真的让我 领悟到了很多 现在我明白了 在第九十九天 我明白了 士兵为什么会离开 因为他害怕 他不确定 第一百天 公主会不会出现 你也是这样吧 也很害怕 老公 正像你所说的那样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的相知相爱 并不是恶俗的浪漫 而是注定的命运 除了爱 作为家人的我们 还会一起分享 其他情感 所以 就算害怕 就算绝望 比希望更大 我们也不能放开 彼此的手 这便是家人存在的意义 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希望 这既是作为家人的义务 也是作为家人的权利 缘分是由天注定的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要走的路 你曾经对我说 我们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走的路 但我们却能在路途中相遇 并一起走下去 这是十分难得的 最后我想问问你 你至今还是那样想的吗 深爱着将家庭与爱情 是为信仰的 你的老婆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 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 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 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静雅思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